大家好,我是银慧猪鼠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把猪鼠训练成宠物 像训练它温顺一点,对我们有很多好处 像母的话,然后它带宰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然后我们也不会出现那些咬宰的几率要变少 要变小一点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讲 然后第一个我们就是要经常就是要给它打扫 然后最少要两天一次 一般的话就是要一天一次的队形 这样好让它熟悉你味道 然后你给放的时候它就不紧张了 给放的都不紧张的话 然后它就会变得很温顺 不管你是怎么去摸它,它都不会咬你 像竹鼠变温顺的话,对我们有很多好处 然后配种的时候打架的几率会变得少 配种的话比它好配一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母鼠 它带宰,带宰几率会大一点 那些很凶的母鼠 然后就是带宰 看到你就是打扰它 说白了就是母鼠下宰了 然后它那个不怎么熟悉你 然后就是你惊动它了 它可能就是要宰的 一般就是把它就是跟它关系搞熟一点 然后它那个带宰的几率 然后给它大一点 不然它要带两三天 它就又不带了 像这个母鼠的话 是很乖的 然后它都不会咬人的 你看 它都不可以咬的 都成狗了 不管你是怎么抓它 这个是属于危险动作 然后刚刚咬的朋友 然后就是给你 你一定要摸清楚猪鼠 然后它每一只的性格是怎么样 然后你再去试 再去试啊 像这个是母鼠比较好 然后带宰 带的比较好 又高肠 像平时的话 我们一定要多做啥 多打扫卫生 然后就是要经常去摸它 经常抚摸它 不要去太打扰它 然后它跟关系搞熟了 然后每天都是你喂它饭 它就 它都知道了 其实每一只动物 它都有灵性的 对吧 不管你是养狗也好 还是养 养啥 养猫 养猪也好 像我看见有人养鸭子 鸭子也有感情啊 像网上那些段子 对吧 像这些啊 这些它都不会咬 很温顺 不管你怎么摸它 它就不会 它都不会咬你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话 一定要就是怎么说呢 平时一定要多打扫卫生 然后就是要多多去摸它 要从小摸去 从小去抚摸它 就是跟狗一样的 你从那个小猪猪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给它培养感情 然后长大了 它都不会咬你 像那些特别另外的那些 就是很凶的啊 你要看它 看它 然后它 你要摸清楚它每一只的性格 对吧 有些是它性格不好 你就一定要注意 这个热是比较危险的 被咬一口那也不得了 一定要注意 像这种的话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个是很凶的 你看我试一下 你要试一下 今天晚上怎么变得这么危险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被咬一口就不得了 你看都不松出来 一定要注意 特别是它是磨牙 在磨牙的时候 你不要去打扰它 打扰它 它就可能会咬你 嗯 嗯 我感觉这样很好玩哦 像这种的话 就是从小就是 嗯 就是忽视它 忽悦它 然后就是没 跟它配到好感情啊 有些它也是个别 它是性格 就是这样子的 像那种的话不好配种 只能淘汰啊 只能吃肉了 咦 看不怎么清楚 不好拍这个笼子比较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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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特别是你动它的时候 它就是 它呀 那个牙齿啊 咚咚咚咚咚响 然后就是 它是警告 就是在休眠 那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摸它 摸它 就会被咬 像这个母鼠 像这只母鼠很温顺的 它真的在宰 有小老鼠的 看一下 哎 我一个人拍 一个人 路视频报告 你看 它都 它都不咬你呢 所以说 就是 从小一定要跟它就是 感情一定要 好点 你搞得它 它痛了 然后它 只会叫 它也不会咬你 哎呦 哎呦 看到 这个有三只小老鼠 一定要经常抚摸它 像最好的办法就是 多打扫卫生 都跟它亲近 看到没有 小老鼠 像这些小老鼠啊 就是要从小 就是要经常抚摸它 然后逗它 很小然后就要 就就就就要抚摸它 然后最好还是要多打扫卫生 然后是钢底碗的 就是钢 钢丝碗的 铺底的朋友 然后就是要经常 现在就经常要去 就是 抚它让它熟悉你味道 然后它又自然不会咬你 然后长大了 它性格还是比较温顺 像那些特别凶的 就是吧 长大了 怎么吃肉 火锅 它最喜欢火锅 下次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家大要怎么做 铺鼠 火锅 好了这个 这次就等到这里 谢谢大家 以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技术 技术 之类的 然后就是怎么带 怎么管理那些母属 然后就是 怎么配动 以后再一一跟大家说 然后现在先 大家先给关注 那年纪呢 也比较忙 我录视频 都是比较难的 好